非常非常遗憾 上个月27号英高 以祥意外猝死才认识他 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的国际男星 举手投足间散发儒雅 温暖 谦逊 绅士 高贵等独特魅力的高大英俊的男子 满足了人们对偶像 对明星最完美的期许 每天刷他主演的电视剧 各类采访 节目 打篮球 日常生活等视频 更为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蛰伏 为他死气沉沉躺在冰冷的冰柜里 被运回去而心痛不已 想到他的确已是消亡于这个世界 心脏就庞佛被众物猛地碾压斑而窒息 真不想从他的世界里走出来 从不追星的我 真希望能在闲暇之余 安静愉悦地欣赏他温暖的笑容 高贵的气质 那是一种放松和精神享受 但他的确是走了 的确没有再回来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我们能学到他的人格和魅力所在 是不是就是对他最好的祭奠和缅怀呢 1. 认识差距 高以祥被大众所熟之后 纷纷感叹 这才是一个明星该有的素养 作为公众人物 他没有丝毫的绯闻与不良影响 更多的是带给大家无穷的正能量 这样几万千美好于一身的人 再难以从娱乐圈找到了 他彭佛一股清泉 把其他明星照成了路人 我们不知道 原来 大明星还可以对粉丝那么好 温暖的接过一个一个递过来的本子 签上自己的名字 距离远的 还会伸出大长手 把本子拿过来签好在地过去 和粉丝拍照 耐心的一个个拿起手机 还不忘爱下身 让镜头里的自己和粉丝保持在一个界面上 他在采访的时候说 因为有了粉丝的支持 才有今天的自己 所以只要有粉丝要自己签名 和自己拍照 都不会拒绝 反观我们大陆明星 出行前呼后拥 身边无不围住一群西装墨镜的保镖 粉丝还没近身就被剥了开来 我想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偶像 我从不追星 只是因为我心目中的偶像没有出现罢了 同位明星 为什么差距如此之淡呢 二 努力进步 从孩子抓起 大陆明星最缺乏的 就是高高的那种特有的气质 休养和温暖 一个人的气质 需要家族背景为依托 日积月累 循序渐进 前一末化浸润出来 短期培养不来 三代富豪之家也许都没能培养出贵族气质来 我们国家近现代沧桑坎坷 一度差点亡国 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本就为数不多的富豪之家 也在文革中很难幸存 缺乏贵族气质培养的土壤 另外 也是最重要的 国人太过宠爱孩子 我国自古讲究团团圆圆一家亲 三世同堂才是人们认为应该的常态 我国特有格待亲 不说父母本就宠爱孩子 就是想要对孩子严格点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会跳出来护得不得了 尤其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 独生子女结婚 鸡毛蒜皮的小家庭琐事 可能就会引发双方父母的家庭大战 生娃后 就一个宝贝疙瘩 疼还来不及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说句重话都怕孩子受了委屈 更别说去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能力 新闻还曾报过大学生 鸡蛋不会播 脏衣服邮寄回家 父母洗好再邮寄回来的事迹 反观家境优越 颜值报表如高一祥 不靠家里 16岁学会开车后 便自己打工赚钱 洗车 送报等工作都做过 惰性是人的通病 即使中国的孩子克服惰惰性想去锻炼自己 也会被父母扼杀在萌芽状态 哪怕开明的父母让其去实践 爷爷奶奶们也会阻止心肝宝贝受一点苦 甚至有的父母直言 我的孩子 我不要他那么辛苦 我就愿意养他一辈子 他一辈子不工作也可以 我们应该眼光放长远 相信孩子的任性和能力 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才能养出独立自主 坚强能干 修养良好 魅力无穷的孩子来 三 从自我学起 做一个温暖的人 一个中国的媒体人 创业家曾说过几句话来概括今天的中国 中国就像一条长龙 他的头现在接触到了一流的高科技 但他的尾巴还在原始社会 的确 我们的经济飞速发展 我们拥有最高精尖的现代化重器 但不可否认 我们的社会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浮躁 焦虑 物欲横流 食品安全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高以翔走后 对我自身触动很大 我被他的气质和魅力所吸引 自然而然的 我会有意无意地学习他身上的美好 我没有他高贵的出生 没有他高大英俊的外在条件 但我可以学习他的温和 谦逊 自信 努力还有真诚 在以后的时光里 希望能给予我身边的人一份温暖 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学会他的温暖 并将温暖这个世界 四 学会拒绝 高以翔自己曾说过不喜欢拒绝别人 害怕别人不开心 这一点和我非常像 明明自己不喜欢和到熟不熟的朋友一起吃饭 却因怕别人不开心而说不出拒绝 不知道聊什么 又怕别人尴尬而没话找话 明明自己对拼团的物品没有兴趣 却对朋友一再要求凑团的说辞说不出 no 累 真的累 身体累 心里更累 如果以翔不那么考虑别人感受 那么此刻 这个阳光可爱的大男孩 或许还活蹦乱跳的朝我们露出温暖的微笑 我想此后 我应该学会适时说no 如果真正在意自己的人 不会让自己为难 如果不在意自己的人 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成全呢 一想走了 留给我们无尽的懊悔 遗憾 不甘心和失落 但如果我们能学习到他身上的人格和魅力 我想 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祭奠和缅怀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